这是一部上850万人后背发凉的录像 看的时候我后背发凉 看完后我头皮发麻 好看实在是太好看了 救命啊太吓人了 超级精彩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都是双周作品发布后 17000条评论里出现最多的关键字 让我们继续不思议录像后面精彩的录像 2018年母视郊外的一座山上 发现了几具死因不明的尸体 几周后一段录像的曝光 揭开了其背后悔意所思的真相 以下就是曝光录像的全部内容 视频中的两男两女周末相约去爬山 他们将车停在山下玩了会 然后就直接上山了 结果在山上挖到下午 准备下山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竟然迷路了 四个人在山上转了转去 但周围除了杂草就是树林 他们没有什么户外经验 手机也一直没有信号 又找了会天就黑了下来 到了晚上之后他们更慌了 又冷又饿的几个人很快就起了争执 不是你跟我抬什么杠 不是你知道路吗你带走 那你说往哪走 我哪知道天都黑了就看不见路啊 就在他们相互抱怨时 其中一个女孩突然发现 他们四周出现了一些摆放整齐的石头 而且这些石头似乎围成了一个圈 将他们四个人圈在了正中间 这个诡异的场景很快就让他们安静了下来 其中一个男生动下去检查时 忽然发现石头上既然还有雪 在场的所有人立马不淡定了 他们像见了鬼似的离开了这里 黑漆漆的路上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 仿佛此时蹦出的任何一个字 都会挑起他们脆弱且敏感的神经 就这样他们默默地走了很久之后 突然发现他们似乎在原地打转 一直在走直线的他们 既然又回到了被石头圈起来的地方 这一刻所有恐惧瞬间变成了绝望 胆小的女生已经放弃了挣扎 然后就在这时 他们突然听到远处似乎有声响 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草丛中蠕动 两个男生慢慢地想声音传来的地方靠去 其中一个男生由于神经过于紧张 抄起石头就向草丛里砸去给自己撞胆 过了一会儿 他们发现砸过去后 草丛中的动静明显小了 然后他们就不停地抄起石头往过砸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次草丛中似乎有东西要过来 我就过了 就在其他人还没看清时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中间尖叫声和哀嚎声响彻了整个山谷 后来据提供这段录像的信从者声称 那天夜里他们在山上哆嗦了一宿 第二天被救之后 有件事他一直想不明白 总感觉到哪里不对 那天夜里他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还有那些石头到底是谁放的 直到两周前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在他们获救的那座山上 发现了背包客的尸体 他说他一眼就认出了新闻里发现尸体的地方 他非常认真地看完新闻后 情绪低落地说 如果当时我们能冷静一点 理智一点 他们是不是就 录像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网上有很多天马行空的解读 因为这段录像所呈现的事实 和讲述者描述的有极大的反差 从录像中展示的内容来看 其实并不难理解 四个人爬山迷路 然后发现了怪东西 由于恐惧和紧张就用石头砸了过去 过去后他们看到新闻才发现 在同样的位置还找到了两个背包客的尸体 看完后他说 如果当时能冷静一点 理智一点 是不是他们就 我觉得这后面的潜台词 肯定是他们就不会死 所以整个事件的真相就是 那两个背包客是他们砸死的 那些石头是背包客迷路后 用来摆放SOS求救信号的 草丛里的动静就是那两个背包客 在听到有人过来后 想求救时发出的 他们大概率已经被困在这好几天了 身体在极度虚弱的状态下 发出的声响肯定不明显 求救的动作也不协调 再加上那些摆放有序的石头 让后来者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什么邪蒙的事 在夜晚神经紧绷的状态下 无意间用石头砸死了那两个背包客 我觉得以上猜想就是录像中所展现的故事 引起大家广泛解读的是那块带血的石头 很多人因此认为 讲述者其实和背包客是一起的 他们曾经来过这里 迷路后因为恐惧产生了风起 因为他性格冲动暴躁一怒 失手用石头砸死了同伴 这次再带人上来是想制造意外 然后掩盖之前的犯罪事实 我个人觉得布斯基录像本来就是开放式剧情 只要在故事基本的框架内 通过一些观察到的细节 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的 但最后这个猜想我觉得有点牵强 石头上的血很有可能是动物的血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 离石头不远的树上也有血 应该是背包客空在这没多久 就吃完了身上的所有食物 最后他们不得已 用石头去袭击一些动物来冲击 假如那棵树上正好爬了一只松树 或者是蛇和鸟之类的东西 他们用石头砸死了它 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否定讲述者 之前来过的可能性 就是第一个扔石头砸向草丛的 并不是讲述者而是另外一个男的 是对方扔了石头之后 他才跟着一起扔的 如果他是有意而为之 那么等时机成熟后 他肯定得先动手 好了第三段录像就分析到这 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四段录像 小男孩在家里发现了一个小精灵 但几天后自己的父亲却没了 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千万不能给别人说 我家住着一只小精灵 是真的开始我也不信 因为他每天只在夜里出现 家里似乎只有我能看到他 他说我想要什么他都能变 那天夜里我想告诉他 我想要个蜘蛛虾玩具 神奇的是天一亮 蜘蛛虾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 我激动的拿给爸爸看 他问我哪来的 我说小精灵变的 但他根本不信 他让我帮他去找打火机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小精灵 但妈妈突然叫住了我 并非常严厉的说 小孩子不能碰打火机 很危险的 还让我以后不要再拍视频了 当天夜里小精灵说可以帮我写作业 但我必须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晚上乖乖待在自己屋里睡觉 不管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能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 小精灵为了表扬我 又满足了我很多愿望 直到有一天 爸爸在出差前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他的T恤刀又不见了 他责怪我说是我乱弄他的东西 但我真的没有 难道小精灵也会偷东西 他也会长胡子 为了证明我没有说谎 当天夜里我没有听小精灵的话 偷偷地将门留了个缝 天亮后 妈妈说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后我就问小精灵 怎样才能让爸爸回来 小精灵说每个人都会骗我说话 爷爷奶奶警察 老师还有同学 但如果我说错了话 爸爸就永远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不过这个不说话的任务太难了 大家都以为我傻了 以为我成了哑巴 同学们都笑我没有舌头 还说我爸爸已经死了 但我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有什么面秘义的 挺好的 好 那你还是很困难的 你已经坐在那边 都是哪里 可怜 哦 小虹 哎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你再来往我手上 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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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虹你开门 我已经长大了 你照顾好自己的 爸爸 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小精灵 会在路上陪着你们呢 录像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比较好理解 小男孩的爸爸经常出差 妈妈就在家出轨养了一只小奶狗 有时候小男孩的爸爸会突然提前回来 小奶狗就会藏在他们家的各种角落 起初小男孩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就称小奶狗为小精灵 小奶狗为了堵住他的嘴 会经常给他买玩具帮他写作业 他会像动画片中的精灵一样 完成小男孩提出的所有愿望 久而久之就达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 和奇怪的共生关系 因为小男孩并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什么 反而小奶狗对他无条件的满足 还能弥补一些因为父亲经常不在家 而缺失的父爱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的 终于在一天夜里 出差提前回家的父亲 在厨房撞到了母亲和小奶狗 悲剧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小男孩 终于醒悟明白了一切 最后他向母亲卧室的门堵上 用打火机送妈妈去陪爸爸了 当然路上还有小精灵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五段录像 假发真的是假的头发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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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